她可能不是最伟大的妈妈 但一定是女儿心中最好的榜样 36岁的奥运冠军刘洪 即将第八次征战世锦赛 从09年的柏林 到今年的布达佩斯 还将冲击个人第五枚世锦赛金牌 对于现在的她来说 成绩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因为她的伟大远不止于场上 她要做的就是向全世界展现 一个奥运冠军妈妈的能量 究竟有多么强大 早在2016年里游奥运会夺冠后 刘洪就已经成为了 中国田径的大满贯选手 那个时候 她其实已经可以选择激流勇退 但为了女儿和出于对金泽喜爱 她在结婚生子后 毅然决然地选择付出 生完孩子六个月 就开始投入训练 但在训练过程中 刘洪其实遭到了不少嘲笑和质疑 就连她的母亲都说 都生了孩子了 你还去干嘛 的确 在经济体育里 我们对妈妈选手有一种刻板印象 但谁说他们又不可以呢 从前有秋楚维金娜的你未痊愈 我不敢了 如今36岁短跑名将弗雷泽 和刘洪一样 人处巅峰 他们都在用实际行动 努力打破这一刻板印象 而刘洪为了东京奥运会 克服了怀孕生子 缺乏训练 以及技术能力衰退等难题 仅仅两个月时间 她积累了500公里训练量 瘦了20多斤 东京奥运会 刘洪再夺一枚铜牌 把自己奥运奖牌数 增加为一金一银一铜 正当所有人都觉得 这将会是刘洪最后一战时 这个不服说中国女人 决定再为女儿拼一把 她一直觉得 自己不仅要当妈妈 也要当一个好妈妈 给孩子处理成长的榜样 她想让孩子现场 建成自己最后一届奥运会 但东京奥运会 女儿没去成 于是 她瞄准了巴黎 她是如此想完成对孩子承诺 因为她不会要求孩子做什么 而是想让孩子 看到她能做成什么 是啊 这就是最好的言传身教 但在刘洪这个年纪 想重回世界最高水平 真的太难了 体能 身体状况下降 让她需要付出比年轻人更多的努力 为了陪伴女儿 她退出国家队 在丈夫和团队的陪伴下 独自在昆明训练 他们在探索着一条有别于 传统的训练和比赛方式 哪怕36岁了 刘洪还在尝试挖掘自己的潜能 这一年 她不仅拿到了全国锦标赛的冠军 还打破了35公里进走的亚洲记录 在训练和家庭中 他们找到了平衡 并且依然可以保持顶尖的竞技水平 为了女儿 她将开启第八次试井赛的征程 并且将争取 战上巴黎奥运会的赛场 这就是母爱的力量 都说年龄是数字 记录是点缀 因为刘洪的传奇之路 仍在路上 让我们一起期待 20号1点15分开始的进走决赛 让我们一起为刘洪和中国选手加油